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终止进去 其实我们在Windows当中可能我们的同学最习惯的就是用任务管理系 看谁不顺眼把谁干掉 对吧 那在我们的Linux当中呢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命令 第一个呢就是Kill Kill命令啊是杀死终止进去的命令 但是呢他支持很多选项 这个是L啊 小写的L 咱们的这种文档里啊 确实是这个E和L很难分清 那这是小写的L 我要干嘛 我Kill当中其实是可以有很多支持的信号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Kill呢 杠L 你就能看到他能支持这么多 哎 60多个信号 这些信号呢 其实通过这些信号来决定你的进程是到底是启动呢 还是重启呢 还是终止 那这些信号呢 虽然非常多 但是常用的信号就这样一些 我举几个啊 找几个常用的 第一个 信号 它的代号是E 它的作用名字是Sijhup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把进程关闭 然后重新读取配置文件之后重启 其实是什么 就是重启一下我的这个服务 同时呢 把配置文件的内容重新调用 在我们的Linux当中 经常用什么Service Apache Rista 其实如果归根结底的话 它其实就是调用了我们这个E这个信号 来调用了E信号 大家可以看 这个E和L7真的是很难区分啊 这里是数字啊 小心 那这是E重启 还有一个就是9 9代表强制中止 15呢 15呢 是正常中止 哎 Kill命令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非常简单 Kill 后面加PID 哎 进程的ID号 然后就会终止你指定的这个ID 那如果加15和不加15是一样的 就是默认中止 默认信号 但是呢 有一些进程默认情况下是杀不掉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加杠9 它的作用就是强制中止 这个信号不能被阻塞 处理和忽略 他就说就代表强制 就代表强制 好了 其实最常用的就这三个 1 重启 强制中止 正常中止 就这三个 那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看 就是这样 Kill Kill 杠1 加进程ID号 后面 它代表重启这个进程 Kill 杠9 加进程ID号 代表中止某一个进程 我们试试 那 各位 要想终止进程的时候 我想提醒大家 系统进程非常多 非常多 那么 当你碰到不认识的进程 你最好不要动它 其实绝大多数进程都是系统进程 你不能直接终止 终止之后系统就会直接不滚 所以啊 我们还是说 不管是Windows还是Linux当中 做进程管理 碰到你不认识的进程 你最好先百度一下 这哥们是干嘛 别直接把它就直接黑掉 或者一棍子打死 那有可能黑的就是你自己 对吧 所以啊 PS看到的进程太多太乱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系统进程 那我们用PSTree来看吧 那他看的可能他看的这些进程 我们就能看到啊 他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服务进程 服务进程 那还是啊 绝大多数的我们都不认识 那还是干嘛 看起来太多了 我们那个啥 graph一下 我就拿阿帕奇这哥们 阿帕奇进程来下刀 就拿他来下刀 那我们可以看到 阿帕奇是这样的 他会有一个负进程 负进产生之后呢 阿帕奇会产生一大多数的子进程 那如果我要终止某一个进程 看Q后面直接加 22372 我把他干掉 可不可以 当然这里可以直接加杠9 强制 怕杀不干净 这个时候再回去查一下 看2371 2373都在 但是这家伙被我不幸的干掉 当然你小心 我如果把副进程杀掉 那肯定他们也就会跟着他直接干掉 也就说 我如果杀他 所有拉帕奇进程就全部回到 这是杀死某一个进程 你需要注意的事情是Q后面跟着一定是PIT号 而不能跟进程没有 那还可以进行重启吗 可以 杀一 但是我重启他的主进程 看啊 2354 重启 重启完之后再查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这个进程号 全部都更新了 哎 刚刚是7级 现在都更新到了9级 对吧 证明 其实是把这个进程重启了一遍 哎 重启了 好了 这就是Q后命令 非常简单 就是后面加PIT 要不然就是重启 要不然就是忠实 常见的 那有Q命令 还有一些命令 叫Q2 顾名思义 杀死所有 他的作用是 加选项 和Q命令的选项是通用的 也就说 杠9 啊不对 加信号是通用的 也就说 杠9就是强制 还有一些选项 杠爱 交互式 杠大爱 忽略大消息 其实我们说 呃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就是Q2 加杠9 后面加进程名 就会把整个进程全部停留 比如说 我要把Apaq 彻底删掉 Q2 杠9 Apaq 他跟的就是进程名 而不像Q Q后面跟的一定是PiG 但是Q2 但是Q2后面跟的是进程名 这样终止命令 终止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就不再有Apaq进程 不再有Apaq 对吧 这就是Q2 杀死所有的意思 后面跟的是进程名 再讲一个命令 PQ 其实PQ和Q2 是完全一样 就是加信号 加进程名 按进程名 来终止这个进程 比如说 我再把Apaq启动一下 启动 这个时候再去查一下 有了吧 那这个时候呢 PQ 杠9 HTTPD 再次查 同样 我再提醒一下 进程中止命令 虽然可以把进程存止 但是它不是标准 停止命令 你没事的时候 你要停上Apaq 最好打ServisApaq Stone 最好别这样 这个是 正常停止手段 已经不生效的情况下 才考虑强制中止 对吧 好了 但是这里确实可以 那PQ和Q2 其实非常类似 那为什么要有两个命令呢 其实Q2 PQ有这样一个功能 它可以支持杠T 按照终端号T用户 哎 啥意思 我当前系统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PS AX 有好几个中路用户 看Root用户 是吧 还有呢 还有 还有还有 还有 找不着了 太多了 最少有两个用户 为啥 我可以看到 我本地 是不是登了一个用户 远程 是不是登了用户 那我想 我如果想把本地用户 弃掉 有没有可能 这种情况 其实在进程管理当中 是经常常见的 要有多个管理员管理 然后干扰我们操作 那这个时候 我可能高权限的管理员 会弃掉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按照PID 进程号来提 非常容易提索 你可以看 找到本地登录 这个用户 其实不太好找 其实还真是不太好找 所以我们这时候 就不推荐大家使用PID来提 直接用Q来啥 不太推荐 而是干嘛 而是使用PQ 后面有一个杠器的 这样一个按终端号来 终止用户 我们举个例子 看 先用W命令 可以查询系统当中 已经登录的用户 这条命令我们讲过了 看一下W 当前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一行 就是top命令的第一行 对吧 当前登录了俩用户 俩root 一个是本地终端一 一个是远程终端一 本地终端因为不是远程的路 所以没有来源IP 但是远程终端呢 是不是有他的来源IP 对吧 那我现在就好说了 我要T他 那怎么办 PQ 杠9 强制 杠T 按终端号 T哪个终端号呢 T终端号1 本地终端号1的这个用户 回撤 W 看 现在就只剩我四个了 整个世界都清净 对吧 那我们到训绩里看看 哎 他把我已经提出来了 变成登录状态 看到了 所以啊 PQ可能更加常用则 这个按照终端号提出用户 按照终端号提出用户 好 这是一个小技巧 好 这节课呢 我们讲了Q Q2和PQ三个命令 区别是 Q是按照PID杀死一个进程 而Q2和PQ是按照进程名 杀死一类进程 而且PQ可以使用 杠T按照终端号来提出某一个用户 他更加利于在线期用户 而不会出这个出错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直接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 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等到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